继续回到第九场赛事 三班千二的短途 Feed的卖友六匹卖友 三只大帽子的状态 二号码五门齐面箍有了 除了环形可恨铁 就搓带防斜跑可恨铁 五胆大威猛除面箍 另外十一穿甲鹰就搓扎离 先看这只加州海哥 它很大件 又回到重化 好像躺下躺下躺下 其实它算是维持得挺好的 那马没什么好大 很大的上落就没什么了 现在就隔了三个礼拜 好了 今次轮到梁家俊试下 这五门齐 跳下这货它都是側側的头 它是没有用面箍的 这货 不过上次我们都见到 它其实加了个面箍的配备 帮助就不是那么大 今次再变 不加进试完就梁家俊再试下 今次是转了人的 要看的 九秒九埋便 外面星雲明雀 星雲明雀 我见它不断力磨 做了很多东西来跑这次 又是不断转路程 这次星雲明雀 好 接着这只团结精神 这些神操都已经是 知定的了 都不用说怎么用力了 懒洋洋的 没什么看的 好 接着看一些事集 有胆大威猛 后面那只喜连伸星 你看看那条舌 在那里 摸摸摸摸摸摸摸 好 起连伸星都是偏急一点 而这只胆大威猛 你不要看它可能一千一百五十磅 其实它真的可能要偷偷埋埋 才叫做好一点 因为你留意一下 这个大集是什么时候试的 十一月中 是 它期间都有跳足 又拍草杂 又落草地 但是它都一直都没有杂的了 已经 是啊 好像一只很不道德的马 这个胆大威猛 一放了出来 被那些马一黏得紧一点 它就会弱了下来 又有一些健康 有些隐忧 好 董大就埋便 眼罩扎利的了 外面浪漫勇士 今天都要尝试去挑战一下 转过来沙田 这只就真是心藏不露 我觉得它应该 它很有把握的这只马 四季起 也是另一只四星三的马 落了货草地 就算加眼罩 你看它头短都是慢的 这些马 所以每次它 到最后才会追得近 不过你每次见到 直路骑的马 都有一些另辙了 它应该还可以再好 好 九云 逗到它换脚了 这些是有心机去教它 其实这马未算很好 不过上一次 由潘顿那只加州星球 带它刚刚在内南 就跟得很漂亮 而入了Q 这只今早出钓的有何不可 都是一只款头不差的马 不过身体还没收得漂亮 看上去还是有少少圆圆圆圆圆的 那些肌肉 但其实它只有1124磅而已 不过好像要收身 林毫地勇士 我经常都很喜欢这只马 不过演出有时可以 有时又不行 反复一点 自己要跑得正硬了 但经常都很容易吸引眼球 跳得很好 这只穿甲鹰的布姿都挺容易 经常都有一些跳下跳下 头额得高 色又淡淡的 虽然上次追近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状态就不算很理想 没有扎利的 现在是扎利跑 斯杂他都真的追得下 吃沙都可以 盈南这只上名了 上一次就是前列 但我又觉得还要再收身 这只马 我又不觉得很大的进步 行星梦 继续都是频频地报名 上次一千 他最后又追得下 不过这些马 都没有稳定可言 因为他有时突然间 又会有些不同的问题出现 看看这只波尔多 哇 你真是由两铺 跑谷草迁移 即是一千 好了 现在不同了 又开始转来沙田 似乎把握性越来越有 来到第九场 就三班千二米 这一组其实看上去 都不是太多马 选得到上手 近期大家都见 以前我也有些留意 就是觉得 四星三的难度是相当之大 但是近期你觉得 很多质身马都可以 跨过了这个难关 原因是什么呢 究竟是那些质身马的 质素好很多 还是三班 现在是很多药组呢 我自己都还观察着 你看昨晚那些短途 三班都是很弱的 组变 非凡宿内都赢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情况 大家都要去看看 六号七号确实是进步的 一放一追 因为浪漫勇士是前置 四季起后追 我想两只马都强了 一号那些不是不好 不过你又转了人 我都很怕近期 有些荡马事件 很多骑士 配搭就转了人 超好日子 你看昨晚转了 潘明辉 宇昌勇士换了何扎 不是他们骑工不好 而是对那只马的了解不够 所以发挥就差一点了 这只霍宏星都是第一次跑而已 看看他骑落又怎样了 如果你谈到这个赛绩上面 他赢了什么马 赢了总理 赢了迎蓝 那一场是大热门 五门齐 来发挥可能演出 较为失望一点 这样说 其实他不是说赢很强 组别而已 我觉得六号马 浪漫勇士是进步得很紧要的 因为由一只马这样 放在前面一谷草外搭 跟着人家跑 缩住后面追 这样都赢得到的 那现在隔的时间 三个几星期 他很足够了 那些马一直上来的嘛 五门齐 我建议你看回那些粗链 他有些不同的 转了成粗法 看看那艘姜誠 是不是会再不同一点 第九场再次研究